大家好,我是互飘胖子 今天我又来了 回答一个悟空体温上面的一个问题 他们说安居客上面房价房源价格偏高的这个问题 我想从我的角度回答一下 因为我确实最近在卖房子 然后去安居客上面做了一些登记 然后他给我的藏着那套房子 你们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去看我其他视频 那房子的价格呢是270万 他给我的评估价 我自己想挂的价格呢是一开始是想挂235万 但是我挂了满长一段时间啊 基本没人问 后来我就降价降到225 结果我在那个安居客上面 其实他就不允许我降价 就是你房源挂上去 你那个价就挂不出去 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后来我去查了一下 就是安居客上房源的价格 他其实呢很多中介也在上面挂的那个价格 其实中介的价格呢 往往又是偏低一点的 但是你房东啊上面挂的价格呢 就比较高一点 啊 这造成结果就是比如说 我把我那个房子挂到安居客上挂了有半年多吧 就是235那个价格的话 然后基本上就是只有 基本没有播放量 也没有人通过就是说这个软件来找我 但是只有人在上面有过查询 你能看到一点点 但是他查询也不是把那个东西放出去 但是那个委托查询 就是会有一些 但实际上人家也就查了一下 因为为了获取你一些联系方式啊 或者什么的可能 查询了一下 他们会给你弄一个报告 但实际上他的那个软件也会给你回一个电话 说你的这个房源有随随随去登记了 但最后实际上基本没有人问的这个软件 现在应该是可能扩张太快 其一个企业扩张太快的时候 就是鱼龙混杂什么都弄进来 然后我最近跟一个那个 就我们长征那边一个中介就是卖房子嘛 走的比较近一点 因为那个人我觉得看他还是比较靠谱嘛 因为他们卖了有四五年了 然后看他跟他聊嘛 然后也聊的比较多一点 他就跟我讲嘛 反正是他们是是那个相当于是 链贝壳找房嘛 然后他们和链家其实是一家的 然后他跟他说他们现在查管的很严 就是我跟他说的很多东西 他说现在也不可能 他说如果成交的最多就是多 多收我一个点的那个服务费 这样的话就帮我多推推什么什么的 反正大家都套路嘛 我也清楚 但是没有利益人家也不会帮你做事嘛 对吧 然后我就在想嘛 就是说他说那个链家好了 但之前上海这边链家的评价不是非常差嘛 然后我就去 最近这两天我又下了一个链家的那个APP 我也上去查了一下 我现在发现 链家的价格和那个就是中原地产 上海那个中原地产APP的价格 还有就是上海这边还有一个大房压的那个价格 这三个价格基本是接近的 我觉得这三家应该都算比较靠谱的 为什么呢 因为同一套房源 我在链家看到了 他包括都是268 到那个大房压 就是他走那个阿里拍卖那个 他也走自己卖 他那个也是268 然后我去看了那个中原地产 中原地产 上海这边比较靠谱的嘛 然后我看了一下他也是268 他三家的价格是一样的 我就查了几套房产都是这样的 还有就是我因为我主要查的就是大厂镇那边 还有就是故村啊这些地方我查了几个 我看都是一样的 然后我后来再回忆一下 就那个小伙跟我讲了 就是他们现在规范化管理了 我想现在安居客应该就属于列家初期的时候 就那种疯狂扩张 然后那个时候就特别多的招事 因为我当时租房子 还有就是陪朋友去看房子是用过列家的 反正一个你不可能接到房东 反正就是各种套路俺也挺多的 从那个里面能感觉到就是不放心 反正那时候是感觉链家的价格有一点偏高 现在呢就发现就是安居客的这个APP 以前的话我们觉得安居客这个APP还蛮好的 因为他上面还会有一些比较低价的 然后我们过去也去看过 我当时在17年的时候吧 那时候我去看过几套商铺 就通过安居客的那个去看的 然后我去现场也见到那个房东了 然后房东报的价跟那个就是那个的价是一样的 我也看到人家的那个房本了 然后就是整个过程 然后我去过几次 我觉得那个软件还蛮不错的 那时候我基本上查各地的房价 也是通过这个安居客这个APP 但是我这一次过了几年吧 正是卖房子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反正也挺难解决吧 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说 现在这个软件应该是不怎么太行 但是也可以参考一下吧 反正上面如果你卖房子的话 他给你的那个价格反正是偏高的 但是看来也挺爽的 对不对 这无所谓了 就是随便扯扯吧 反正如果大家在那个长州那边卖房站 或者干嘛的有什么比较好一点的 可以个人去登记的一些地方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以前的话感觉58赶集网啊 这些都挺方便的 现在那些网站的话都需要有房本才可以登记啊 银行的那个复印件的都不行 反正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比较好一点 现在好像就我们长州本地那个画龙像的那个 就是APP好像还可以用 嗯 如果大家有比较好一点的 因为我这几年不在长州嘛 有很多东西也不太了解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的话 可以给我留言一下啊 嗯 就是 这当然是帮我一个忙了呗 谢谢大家 欢迎留言关注 您的评论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啊 谢谢大家